郭文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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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兴可以来到你们中间 虽然人不多 但是我觉得这个计划 彼此之间的距离可以缩得很近 感恩就是你们开始一个这样的教会 我觉得很多时候开始的时候 都是小小的开始 不要紧要 很多神的工作都是从这样来到开始 今天我要跟大家讲智慧的应对 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 其实这个世界如果 你叫我分析 大概问题只有两种 一种就是技术上的问题 技术上的问题就是 是很容易解决的 譬如一加一等于二那种 譬如如果水喉坏了那又怎样呢 就收 自己不懂得收呢 找人来收 收不好呢 换个个吧 就是这么简单 钱可以解决的问题是怎样呢 不是问题 这些就是技术上的问题 譬如 譬如我们去一个地方 GPS可以带我们去 按住了 那你就可以很安心 就拿着一辆车就去的了 不过有时都是小心的 GPS都不一定是可以带到你去目的地 有一次我在 我在纽西兰呢 GPS教我冲入大海 所以 有时就是不一定 但是多数都可以解决的 这些问题 如果这个世界只是这种的问题 弟兄姊妹我问你了 这个世界会好一点啊 还是不好一点呢 全部都是可以一加一等于二 这样你去解决 这个世界是会好一点 还是不好一点呢 其实呢 神做我们呢 就比一加一等于二复杂一点的 如果 如果这个世界全部都是这些问题呢 那就不用做你和我 这些万物之灵 就做一些 叫做robot 机械人 就program了 那么 这个世界很多东西呢 就清清楚楚的了 就解决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个世界呢 如果只是这种的一加一等于技术上的问题呢 我觉得这个世界呢 是缺少了一些的 一些的挑战 缺少了一些的美 缺少了一些的创意 所以我觉得 神做人呢 是超过这一样东西 那么第二个的 第二种的问题呢 我称它叫做 叫做 人制的问题 或者是一些的抉择的问题 这个就复杂很多了 那 比如 有一个人 有一个男生 他很想结婚 那没有女生 喜欢 是不是问题呢 是不是问题呢 他想结婚的 你不要说他 他不想结婚 那 其实不是问题而已 他很想结婚的 没有女生 喜欢 是不是问题呢 是不是 我希望下面有些 有些 如果男生想结婚 有三个女生 喜欢他 那是不是问题呢 哪个问题大一点呢 第一个大一点 所以有很多时候呢 有很多选择 让你放在你面前呢 你都不知道 怎么选择的 三个里面 你选择一个呢 其实 搞到很头痛 所以有很多时候呢 世界 这些的问题呢 是 令到人 非常之头痛 如果 这个世界呢 在这种的问题的底下 我们能够有智慧 来到去应对呢 那很多时候呢 那种的挑战 那种出来的结果呢 是 令我们 非常之 体会到 那种的人生 美的地方 圣经里面呢 其实呢 有一些的地方呢 不是一加一等于二 那么简单的 比如刚才我们读这段经文 大家再读一次 两字圣经 不是太长的而已 一起来读 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 回答他 恐怕你与他一样 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 回答他 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 那我问你了 要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 回答他呢 要不要 大家有没有读经 读过这段经文 拗了头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 是不是 会不会有可能呢 这个作者 针言的作者呢 他写了第一句说话之后 他不记得了 然后写第二句 刚刚和他上面那句相反的 会不会呢 不会啊 最简单的答案呢 就是说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圣经写出来的 一定不会错的 不过这个的答案呢 我觉得呢 如果能够有更深一层 比我多一些的解释呢 我会更加被说服的 我就体会到呢 这两节圣经呢 其实它的尾巴不是很一样的 就是前面的是刚刚相反的 但是前面刚刚相反呢 它是有一个原因的 它那条尾呢 就告诉你听那个原因 第一个呢 就是说 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它 恐怕你和它一样 就是恐怕你呢 好像它一样 第二种呢 就是说 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它 免得它自为有自为 所以两个的原因呢 不是很同的 所以原因不同的时候呢 它前面那个的相反呢 就有值得相确的地方 其实 愚昧人有很多种的 愚昧人有很多种 你和我 我们有没有试过愚昧呢 有没有 有 如果每个人 因为我们一次愚昧 又不理睬我们 那你觉得是不是很惨呢 是不是 但是有一种人呢 他是愚昧到底的 那么愚昧到底的人呢 就是第一种人 第一种人呢 你就不要和他同样见识 不要照他的愚昧人的愚妄话 你都回答他 因为呢 如果是这样呢 你就和他同样见识 你就落到他那个地位 其实是不值得的 我们先来讲一讲呢 愚昧人的特征 如果你看 如果你看 在针言呢 和诗篇呢 特别是智慧文学里面呢 有很多的 智慧和愚昧的对比 我就归纳 他很符略的时候 但应该是重的时候 那就这么多次 也会失准 然后 Tina 发表欲很强 不仅仅是强制 很高 跟人们抱 话 尝不放 一心想可以高 一个人 和他 Coach 你都不知道他下面是会怎样反应 总之愚昧人就是内分泌失调 他需要看大医生 就是天上的医生 愚昧人是不是这些人 就是智商不高的人 是不是跟智商有关 不是的 愚昧人在圣经里面 是经常提到的 他们对神的启示 漠视 他们对于熟灵的事物 是传着一种鄙视的那种看法 他们是心中无神 他们拒绝熟灵的事物 总之他们觉得自己是能力了 第一种的愚昧人 我们现在来看看 第一种愚昧人 我们不要跟他争辩 如果大家看刚才那句说话 就是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 然后回答他 免得你好像他一样 所以不要跟他争辩 所以有人说如果 你跟个傻瓜来到他争辩 到最后本来是一个傻瓜 后来就变了两个 因为你已经落到他那个层面 而跟他争辩 他们觉得最好的意见 最好的那些的看法 都被他想过了 他们有一种的无形的墙 当你有些东西要跟他说的时候 都会被他挡回来 他们好像井底之话 你要跟他说 他说天是一片的天空 是广阔无边的天空 他们不相信 因为他们在井底下 他们相信天是圆的 一个框 为什么呢 因为井的口就是这样 一个框 他看到的天就是这样 他不会相信 也不会接受你对他的看法 所以这些人 你跟他争 就变了什么呢 变了就跟他一样见识 圣经里面 在保罗他的书信里面 他都说 不要为言语争辩 因为这一样是无益处 只能够败坏那些听见的人 然后第十六节 他说要远避世俗的虚谈 因为这等人要进到 更不敬虔的地步 唯有那如绝无学问的辩论 总要弃绝 这里讲了三种 就是为言语争辩 第二就是世俗的虚谈 在那里一路谈一路谈 而是如绝无学问的辩论 大家如果有时看 看网上一些的讨论区 我觉得有时看 越看就越觉得 不要花这种时间在里面 因为里面有很多愚昧人 他们讲的那些东西 就是 out of the world 都不知道自己讲的什么 我在911的时候 我曾经上网看 看的时候就发现 很多人就在那里乱发表意见 就说 美国活该 做国际警察 欺凌人 现在受到报应 这些其实是愚昧人的说话 因为那两座大厦里面 都不知道有多少国际性的 一些人物在那里来受到灾难而死亡 根本有很多时候 有些人是传着自己的一个偏见 来去发表 如果你参加下去的时候 就是什么呢 一来为言语争辩 然后世俗的虚谈 会带你到一个更不敬虔的地步 大家有没有见到这种人 有没有遇到这种人 有没有 没有啊 有 我觉得这种人 在这个世界里面 比比戒时 有时我们自己真的要小心 甚至不要好言相劝 你不要劝他 我不跟他争 你说 我不跟他争 我跟他聊聊天 带他回 离开这个迷途 然后指点他迷津 可以回头 好吗 不需要 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人 他不会听 他不会改变 你有没有发现 有些人 他说话 他就是说给你听 他不是要听你说话 有没有这种人 有啊 这种人是说话给你听 你说的东西 他全部收不到 耶稣 其实他在 马太福音第七章 第六节 这个就是灯山补分里面的一句说话 我们大家一起读好吗 不要把圣物吸狗 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 雕在珠前 恐怕他浅踏了 珍珠转过来咬你 我问大家 这个圣物是什么呢 珍珠是什么呢 珠和狗又是什么呢 很多学者就在这里一路讨论 他们研究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但是我觉得 如果你要解经 最好就根据他的上文下理 来去解经 这段经文 他的上文说什么呢 他上文就是叫我们不要论断人 免得我们被论断 这种的论断 其实是一种的恶意的论断 这种的论断就是看不到自己眼中的良木 而要去拔掉人家眼中的刺那种的论断 其实就是一种恶意的论断 批评 不要论断人 不要论断人 不要自己以为自己很聪明 然后坐在一个审判官的地位 来指指点点 然后所有的人都不适合 是你一个人对的 耶稣他的意思就是这样 然后第六节就是什么呢 不要将性物给狗 不要将你的珍珠丢在珠前 恐怕它踐踏了珍珠 转过头来咬你 这个珍珠和性物 最好是用上文来处理它 就是说你不要批评人 但是如果你说我有好言相劝 有好的东西来处给人 好不好呢 耶稣说都要看对象 如果你遇着猪和狗一样的 你给他圣物给珍珠 他会不会欣赏呢 他不会欣赏 当他不会欣赏的时候 他会转过头 踐踏了珍珠转过头来咬你 你给他良心 他当什么 当狗废 所以 当你要给一样好东西的人的时候 你要去看那个人是什么 如果那个人不懂欣赏的时候 你要不要给他呢 你要给一样东西 特别有价值的东西给人的时候 你要看那个人 懂不懂欣赏你这一样有价值的东西 如果不是呢 就省下来了 对于愚昧人 你有没有试过呢 有时你劝一个愚昧人 他反过来你怎样 他把你的好意当作恶意 你劝一个人的时候 他硬是有一种的角度 来把你的话语扭曲 那如果对于这种人呢 第一种的愚昧人 你最好呢 就不用说了 不要跟他争 有好的劝勉都不用比 最好是什么呢 最好就是保持针默 就是最佳回应 这次圣经就是这么说了 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 你都回答他 免得你好像他一样 针默 不需要说了 你又不需要跟他恶的 我觉得对于这种人呢 最好是什么呢 笑笑口就离开 或者不用给意见 然后不需要理他 不需要答他 不需要浪费时间 对他的愚昧话 就当做没有听见 好像耳边风一样 我觉得圣经的智慧 就在这里 圣经的智慧在这里 你如果看主耶稣 主耶稣在比拉多 和在希律的面前 圣经经常有一句说话 就是这么说 耶稣一言不答 耶稣一言不答 其实我看到那段经文的时候 我说耶稣 这帮人正需要福音 你是尼赛亚 为什么这个时候 你不开个报道会 这么好机会 现在每个人都听你说话了 你不开个报道会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然后到最后呼召 看看他们会不会举手决志 为什么耶稣一言不答呢 为什么耶稣一言不答呢 耶稣他很明白一件事 就是当他在这样的场合里面 他如果答一些的说话 他如果用一些的说话 来到他回应的时候 这帮人他会将他的说话 来到第二轮的子弹 弹药 来到攻击耶稣 所以耶稣他也都知道 这帮人是什么人 他能不能够接受到他的说话 所以耶稣他看人 看得非常清楚 他说不用了 不需要说话 虽然你们觉得 这个是很好的报道时刻 但是没有用 这些人不会改 他们不会改变 所以耶稣他一言不答 Zip 不用说话 其实我做牧师 做了几十年 包括我还没按牧的时候 已经有四十几年 等于我问你了 在教会里面 有没有愚昧人 有没有 我不认识你们教会 我说话没有针对性 如果今天我说的话 有什么碰到你们 是如有类同就纯属巧合 如果是真的碰到你 我就相信是圣灵的工作 他要提醒你 而不是我知道什么 在这里特别针对 不是 我在教会里面这么多年 我发现其实在教会里面 都有愚昧人 而且不少 不少 我不知 我不是说那些人不得救 我不是这么说 我乃是说他们的表现 真的好像愚昧人那种的表现 有时讲话 有时做事 和外边那些不信主的人 可能比人家更厉害 我们真的要小心 遇到那些愚昧人 特别有一些 他是明还不灵那些愚昧人 我经常笑笑口 我就当没有听到 那就算了 因为跟他说 说不定的 没得说的 又改不了他 那不如怎样 不如就算了 就算了 耶稣说不要跟恶人作对 耶稣是不是很怕事 是不是 不是 大家 大家开车 我 我有一次去 拿了一张单 要去上Defensive Driving 你们有没有上过的 哇 你们都是首发分子 我去上Defensive Driving 有一个问题 就问 他说如果你在行车道上 是合法的行车道上 那忽然间你就看见 前面有一辆车 是迎面 走在你的合法的行车道上 迎面向你 驶过来 那个问题就是问 你要怎么反应 你要怎么反应 你们应该都开车的 不开车这个其实是common sense 不开车都可以答到的 你会怎么反应 避开他 那你是不是怕事 是啊 是怕事 有些人说 我会 向安 我会拨他 或者如果他没有什么反应 我就闪灯 闪下 闪下 等他避开 因为我对 他错 又或者 拨他过去 拨他过去 我告诉你 你就要计准时间 如果对方真的愚昧到一个地步 他真的什么都看不到 什么都听不到的时候 最后就 那怎么样 你就离开世界了 因为躺在那里 那警察就来了 他说 是这个对的 那个错的 这个对的 那个错 你证明了你是对的 但是你赔上了什么 赔上了一条命 值不值得 不值得 我觉得 这个和回来 针言讲的 第一种愚昧人 我觉得很相似 就是说 你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 来回答他 因为你落到他 他那个地步 你的牺牲 你会牺牲了很多东西 刚才我已经讲了 你不要跟傻瓜来拗 你到最后 就不知道谁是傻瓜 或者说到最后 本来一个后来变了两个 总而言之 你赔上的是不值的 你是证明了你是对的 或者说 你让他知道他是错的 但是 当你赔上了的 是远远超过你所得到的 所以不值得 所以 针言里面讲的 这个智慧的应对 其实你就要看对象 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 来回答他 好 我们现在看看第二种的愚昧 是怎么样 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 来回答他 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 这种愚昧人 第二种 有得谈的 有得谈的 就是说 他都未到一个地步 是明还不灵的那种 大家有没有看到 那个不同的地方 第一种就没得谈的 就是钓盐水 很严重的 就是没得救 医生都说 放弃的了 没有的了 但是第二种的愚昧人 其实是有得谈的 有得谈的 就是说 你可以善加劝道他 你可以在其中来劝他 怎样劝他 很有趣的一件事 就是要照他的愚昧人的 那种愚妄话 来回应他 这种我称叫做 以愚自愚 大家有没有听过 以愚自愚 可能第一次 以毒攻毒 你就听过了 是不是 就是差不多的 就是将个毒 转了个愚 以愚来自愚 就是说 你用他的愚妄话 来回答他 那 为什么用他的愚妄话 来回答他呢 就是 好像让他看到他自己 就是这个叫做 以其人之道 还自其人之身 照他的方式 来送回他 boomerang 这样送回他 就是说 拿一块镜 来给他看 看看他自己 看看他自己 是怎么样 如果 对方是第一种的愚昧人 他会不会看到自己 他不会看到自己 有一次 有一个乡下妇人 她就 老公去了醒 回来 除了一件大衣 他就在那里 在那里 找到 找到他的袋里面 有一件事 是闪着闪着的 他一直来看 哇 不得了 就看到一个女人 就 撕大双眼 来看着他 他就 很生气 躁意大发 他就 一瞎就 扔他落地 打碎了 然后他就说 豈有此理 这个老鬼 将狐狸精 都带回来家 那个狐狸精 是谁 他自己 那个乡下 妇人 他从来没见过 那个镜是什么样的 一看 看到自己 他就以为是一个什么 无理症 很多人 你拿一块镜给他看 他看不到自己 他会看到 好像旁边那个 好像 是什么 他不会看到自己 因为他自以为是 第一种人 他看不到自己 这种人 他可以 或者可能 看到他自己的样子 而以如至如 有一种叫做 redemptive的作用 就是救熟性的作用 就是说 你用这种方式 来跟他谈谈的时候 主要是要将他 带回头 而不是将他压倒 不是 以如至如的目的 就是将他带回头 看到他自己 这种 其实 要有高度智慧 有时 是可遇不可求 我 举两个例子 给大家听 有一次张三 看到李四 看到李四 头发长长 不收蝙蝠 张三 看不顺眼 就跟他说 他说 喂 为什么你 不非法 这样的样子 都出来见人 那李四 就不想回答他 呜呜呜呜呜 就走了 那张三 不放过他 一直跟着他 遮掩着他 我刚才问你 你为什么不非法 那这个 李四 看到没得走 那他就 就跟他说 他说 老兄 不瞒你了 我不非法 是因为前几天 我旁边的王太 就跌伤了一只脚 那这个张三 旁边的王太 跌伤了一只脚 跟你不非法 有什么关系呢 那他说 那就是了 那我不非法 又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那这个就叫 以遇至遇 那你知道 有些人呢 他是 nose又bossy 肯定要管到 别人头上去 那你给什么 打覆他呢 他都不满意的 他都会继续来 去捉你 那最好是什么呢 最好就是 是用这个 就是很刁钻的一个角度 来出招 他忽然间呢 他就整个人 一瞒一瞒一瞒 瞒一瞒一瞒一瞒 就看着你 他不知道怎么办 是哦 那又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那他在那里 想着东西的时候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走人 那以后呢 可能他也都知道 他自己呢 是不要再来 来到去 去教你 这种呢 其实 我说要有高度智慧 可遇不可求 很难 有时很难 你要用愚昧人的愚妄话 你都会回答他 就是用回他的 那些招数 来去回答他 你说是不是很难呢 你说我用智慧人 那些回应 来回答他 那不是很简单 是不是 现在不是哦 这支圣经说 是要以愚智愚 就是你讲的东西 你讲的东西 其实都是很愚昧的 不过 当在愚昧人的中间 这个愚昧话 就会产生作用 有一次有个老板 就叫旁边有个小孩 穷家小子 经常就叫他买酒 那今次呢 他又叫他过来 叫他拿着个瓶去买酒 那那个小孩就站在那里 不等他给钱 那今次呢 这个老板呢 他说 去啦 他说钱呢 有钱可以买到酒 谁不懂啊 没有钱买到酒才能 去去去去 没有钱买酒 那这个小孩没办法了 出到来 出到来他不知道怎么办 那他就问他 一个的同伴 那和同伴呢 大家一起谈 谈一下 那我就想到一条计 那然后呢 过后没多久呢 他就回来了 那拿着个瓶呢 没有酒的 那空瓶呢 就递给老板 老板说 酒呢 老板呀 有酒尝到酒的滋味 谁不懂呢 没有酒 而想到酒的滋味 那才能够的 老板呀 请喝 这个就是什么 以愚自愚 就是以其人之道 患自其人之神 我现在说的一个例证呢 你们听了就 就自己 有质改之 无质加冕 你就不要回去 告诉你的配偶听 如果你配偶不在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 我先说好了 不得你们遇到家庭问题 你找我 Disclaimer 说了 有一次呢 有一次有个老公呢 就看着太太 来到去炒菜 那在旁边呢 就哩哩嗦嗦 慢点啦 火太大了 小心啊 那个锅 那个锅不平 哇 这条鱼太久了 焦了 那个太太呢 哇 越听就怎样 越火滚 哇 她就 本来都是好地地的 听到最后呢 她没有办法了 她说 你以为我不会煮饭 你在那里哩哩哩 那先生呢 就说 老婆 我当然知道你会煮饭 不过我想你知道 平时你坐在我旁边 我开车的时候 黄灯啊 不要过啊 哇 旁边的车很近啊 哇 不要开这么快啊 慢点 我只是想你知道 那种 被人在旁边 这样哩哩哩嗦 那种心情是怎样而已 没有其他东西的 如果你夫妇在这里 大家听自己的就好了 其实听到 不要为人听 听到听自己的那一部分 就是如果自己是 经常是这样呢 可能真的自己都不知道 是有人呢 用你那种的愚昧的方式 来到表达 那你就好像拿一块镜 给你看一看 啊 原来我是这样的 我都不知道啊 有没有那种可能呢 有 我们每个人都有盲点 弟兄姊妹 其实我们做基督徒 我们很多时候呢 都有我们的愚昧的时刻 有 有很多人呢 其实他本身不是 愚昧到底那种 他是一时愚昧 或者说一时看不到 一时不明白 他落了在那个地步 所以呢 我们这些智慧人呢 就要在旁边 怎么呢 引他回来 那么其中有一个方法 引他回来呢 就叫做 以愚自愚 就是这样 我觉得以愚自愚呢 还有一样东西呢 是非常之重要的 你如果遇到愚昧人呢 你经常让他呢 或者你经常让步给他呢 有时这些愚昧人呢 会继续来到 踩上你的头上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有 保罗呢 其实他 保罗是很有智慧的人 保罗是大仕途 他曾经在哥林多后书 为了他自己的仕途的遗份 他要辨证 要和一帮的愚昧人呢 来到去讲 他是 为什么他是仕途 他说 我说的话 不是奉主的命讲 好像愚昧人 放胆自夸 你要看呢 保罗有时讲话 都好像愚昧人 特别在哥林多后书 你看他讲话 言语操俗 然后跟着他说 人在何事上勇敢 我说句愚妄话 我也勇敢 他们是希伯来人 我也是 他们是以色列人 我也是 他们是阿伯拉肯的后裔 我都是 他们是基督的仆人 我说句狂话 我更是 你觉不觉得 保罗在这里 真的落到愚昧人 那个地步 然后跟人家在那儿咬 咬一顿死 为什么呢 因为他如果不用 这样的说话 来跟这帮人讲 可能这帮人听不明白 可能听不明白 我曾经 牧养教会 有一个执事 他很多时候 就不 不看清楚 他就会说话 有一次 我 我在教会 讲完道 就来跟人握手 我看到他 气冲冲 在很远的地方 走过来 我就已经知道 不得了 好在 他在远远的时候 我就已经有这么多准备 我经常遇到这些危机的时刻 我就会用 被得 掉下水的时候 那几个字来祈祷 是什么 主下救我 主下救我 果然 不出所料 他 和其他人在这儿握手 他就过来 他说 蓝牧师 刚才你为什么这样报告 我们开会都没有这样说 你为什么这样报告 哇 很大声 这样说 我要不要做愚昧人 大声 回头 要不要 我那一刻 好在祈祷完了 我就 很小声 跟他说 但其实 我都 站稳我的立场 我站稳我的立场 我不觉得 我要离开 我不觉得我要 就是 闭嘴 我和他静静地 在他的耳边说 其他人听不到 我呢 如果我很生气的时候 我会用第二种话 来说 我和他用英文说 因为我用英文说 英文不是我的母语 所以我就不可以 这样出 我就用英文 慢慢和他说 我说 我说 弟兄 你知不知道 你刚才这样说话 你是将人家最丑陋的 那一面 会引出来 会牵引出来 如果我照你这样 同样这样说话 那些会众 他看见什么呢 他看见牧师 和我执事 在那里吵架 有戏看 我说 如果你要 跟我谈 你到我office 我们好好谈 其实呢 在这种场合 我觉得 用愚昧人的 愚妄 和他回答 都不是很有智慧 但我要让他明白 一件事 他不可以继续 这样 用这种方式 你都和人说话 所以 后来我就 和他在office 好好谈 要谈 其实他早了 离开那个会 最后我们的决定 他都不知道 那么他就 哇 这样冲过来 没有搞清楚 那就来到控告人 这个叫做 坚守立场 遇到一些愚昧人 有时候你要 你要 你要 要站稳 我去年 就带一个 马丁路德 五百周年的 改革宗教的团 我们去罗马 去瑞士 去德国 我们在Worms Diet of Worms 那个地方 马丁路德 他在那里说 Here I stand 我没有其他的选择 我不可以收回 我的九十五条 贴在Wettingberg 那个教会 对罗马天主教的批评 他说我不可以收回 Here I stand 我站稳我的立场 他们就在Worms那里 就弄了 弄了一对鞋 就是那些蛤 是用铜 就是可以 什么天气 都不会弄坏 他 被人站在上面 Here I stand 你看 这个是 加拿大华人神学院的院长 欧应旭牧师 我们两个就 带着八十九人 我们两辆车一起去 这个就是在德国 马丁路德的纪念广场 那里一起拍照 Here I stand 有时你对一些愚昧人 你改变不了他 但是你要站稳你的立场 不可以让他来打倒你 这个就是圣经 讲的这两种愚昧人 我们现在要看看 基本的原则是什么呢 如何对待愚昧人 一切要视什么 视情况 你要看看他是哪一种愚昧人 第一种 还是第二种 那你说 我怎么知道他是第几种 你说我怎么知道 如果你不知道 你搞不清楚 你就先当他是第二种 你当他是第二种 跟他谈 谈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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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 忽然间发现 哇 第一种 那你就怎样 不用聊了 那就笑笑口走开 你知道这种人是改不了的 那你怎么谈 你真的浪费口水 所以要判辩对方 是哪一种的愚昧人 你可能你开始要先跟他谈谈一下 接触一下 鼎姝妹 我инов她们都不希望你 一会儿在吃饭的时候 指指点点 你是第几种 我看你是第一种 我说 不是第一种 我不希望你们 在吃饭的时候 请侧我 我指 flash 我要让大家先même 要先检视一下 你自己是哪一种 听到就是要为自己听 当然我们现在要智慧去应对别人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要先看看 我们自己的情况是怎么样 有几样东西我给大家提示一下 怎么样才会落到第一种 如果你经常对周边的智慧人的劝道都充以不问 你觉得自己那些都很聪明 人家劝你的东西你永远反弹 那就小心 你是不是经常要听别人赞赏你的说话 而当人家有些东西要矫正提醒 你就很不开心 那就恨死他 生死他 小心 愚昧人的表现很可能就已经出来了 你可能听完今次这篇道 你说赖牧师我当然不是愚昧人 怎么会是我 小心 愚昧人就是这样说话 如果你说我当然不会 有可能你就是 因为愚昧人他觉得自己不会落入在愚昧的地步 有一件事就很严重的 就是你周边的人 那些熟灵人 那些智慧人 是不是个个在你发表意见的时候 他们都不说话 笑着口就走开了 是不是呢 如果是呢 就怎么样 严重了 第一种了 第一种的愚昧人 因为那些的智慧人 那些的熟灵人 都不想跟你聊天 他们都不想跟你有什么瓜葛 你说是不是很严重呢 很严重 所以 我觉得能够避免自己落入愚昧 就最好跟多些的智慧人在一起 跟多些熟灵人在一起 然后 好好的活出 智慧人的人生 求神帮助我们 免得我们落入愚昧 我们自己都不止 我们低头一起祈祷 天父我们感谢你 今天给我们在这里 来思考你的话语 求主我们先检视一下 我们自己到底 我们的情况是怎么样 主要给我们 好像看见一面镜 我们看见愚昧人的样子 很多时候 就是在我们的身上可以发现到 天父 求你赐我们聪明智慧 在这个世上 我们不单单防备 外面的愚昧人 我们都防备 我们自己落入 变成一个愚昧人 天父求你赐恩加力给我们 祝福我们 每一个人 特别在这个教会 在初创的期间 让弟兄姊妹一起同心努力 来到去为主 你的福音 来到努力 求主带领 保守这个教会 能够成长在你面前 奉耶稣基督的圣明祈祷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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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